都有意義的 它要超度 有時候要治病 其實有一個法 叫做精錦法 大家知道嗎 其實是 一化成薑 二化成殼 三化 四化成精錦 這個此筆 彗彗彗彗 乃是如山秀才筆 指天天青 指地地靈 指人長生 指鬼滅亡 不要講指鬼滅亡 指病消除 指射 畫面 指射 敵人 υχ 指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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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稱他為牛皮法師 這個年級上司講他將來蓋雷上司 就叫做牛皮雷上司 他那時候長的一塊真的是像牛的皮 長一塊的始終怎麼要治都治不好 他眉毛上面也有長 現在還有嗎? 好很多啦 眼這邊也有 我就是用這個法 一化成江,二化成河 三化四化成金井 就是用那個金井套在他的牛皮上 牛皮鮮上 指天天青啊 指地地靈 指人長生啊 指牛皮啊 消除 他給他在這個牛皮鮮上 點上一點 在他的眉毛上再點上一點 他就漸漸 他就消失掉 消失掉 這雌筆啊 非凡筆 不是普通的筆 乃是廬山秀才筆 我姓廬嗎? 廬山秀才筆 廬山秀才筆 這個都是有方法的 這個就是法嘛 我們寫法就是要寫這些東西 將來可以幫助人 那麼他有他的規矩 寫法都有規矩 寫佛一樣有規矩 那麼寫佛必須要有傳承 有師父教你 你才懂 你才會 我以前也走了很多這個燕王的路 四十年來啊 學了四十年 他總算這個開悟明星 跟六子慧的一樣 這開悟啊 之前這種事情 真的是不簡單 我參了很多的公案 參了很多這個禪宗的這些公案 參不透 因為釋迦牟尼佛 他本身也是明星見性 先明星後見性 要如何明星呢? 到底我們佛著是什麼意思? 修行是什麼價值? 為什麼要開悟? 因為開悟了 你了解了宇宙的真理 你就不會去貪 不會沉 也沒有知 不會去余知啦 像那個畜生道就是余知啦 惡鬼道就是沉 因為第一道大部分都是貪啦 谢谢观看